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4月5日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全球资本市场毫无疑问 翘首以判美国劳工部公布三月份的非农数据 之所以全球资本市场这么关注 是因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究竟如何 对于美国的通胀形势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数据 那么他也会对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的调整 起关键作用 那么之前两次与网友们提到 华尔街对3月份美国非农数据的预期 华尔街普遍认为 3月份新增加的非农业就业岗位是20万个 美国的失业率会保持在3.9% 那么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究竟如何呢 3月份美国非农业就业岗位 实际增加了30万3000人 这个就远远高于华尔街普遍预期的20万人 你用报表来形容今天的这个非农数据 一点都不过分 那么由于就业岗位 超预期的大幅增长 这个也使失业率好于预期 预期3.9% 那么实际的失业率呢就到了3.8% 另外一项数据 让市场也被受鼓舞 就美国的劳动参与率 上升到62.7% 就有更多的人出来工作了 这个就比劳动参与率没有提高 而仅仅是为失业的人提供更多的岗位 比那种情况要好 如果没有增加这种就业率的话 仅仅是岗位的增加 他就会让劳动力市场火爆 就人们选择余地过大的话 那么就会促使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所以说劳动力参与率的这个上升 也会让这次非农数据呢 就显得更健康一点 那么今天另外一项节目性的数据 就三月份工资的增长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0.3% 这个呢符合华尔街的预期 那么在劳工部发布数据之后 NT就一直关注美国市场的变化 由于它是上午8点半发布 出于盘前的状态 那么盘前期货指数呢 第一反应非常正面 因为这个毕竟反应 经济形势很好 那么市场在消化了 差不多20分钟之后呢 又掉头 就期值啊 又明显下降 那么今天开盘之后市场的表现 也是经过了一些起起伏伏 那么怎么评价今天这样一个非农数据呢 NT认为 与以往美国发布非农数据一样 特别是在关键的转折时期发布非农数据 市场的反应完全一样 就今天市场 他还是出一种忐忑的状况 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的理解 他还需要进一步的消化 还需要权威人士的解读 这种权威人士不是华尔街的这个大楼 他还希望听到美联储的官员是怎么看这个数据 因为你不能简单说这个数据很好就会推迟降息 假如这个数据很健康 那么美联储呢 出了决策的压力呢 就相对小一点 当然好的数据 一定是不利于做出减息的决定的 所以今天华尔街呢 不能够太高兴 但是呢也悲观不起来 毕竟经济形势很好 那么有些网友问 昨天为什么美国的股市出现大变局 上午涨得好好的 为什么下午突然急转直下 这个就是 LT经常与网友推荐过的卡斯卡里 美联储的高官卡斯卡里是一位印度裔的 他是高盛出来的银行家 在美国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位银行家 他昨天中午说一句话 说他认为美联储今年降息不会超过三次 但是很可能今年一次降息都不降 那么就出现了市场大跌 那么他一句话怎么会给市场带来这种恐怖效应呢 这个就是我们从事投资活动的人 可能都应该有一个经验 就当你自己强烈的预期某种事会发生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刚好遇到一个你很信任的人告诉你 哎就要出事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是百分之百的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与大家的指明方向形成共振 同样他有时候你认为这个投资行为会出现好事会上涨 那么在你这个极度的专注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大家 哎跟你的观点完全一致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对你的这样一种看多的判断深信不疑 所以昨天的卡斯卡里那么一句话在市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响 是因为市场本身也觉得美联储不会那么快的降息 那么按道理来讲 今天这么好的数据才应该让华尔街更坚信 美联储降息没有那么快 但是由于昨天提前兑现了一些下降 所以今天市场的这种忐忑呢 投资者们是在综合考虑的 那么对于这次费浓数据 对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影响 LT认为到周一可能市场的会融合出来一种啊 比较有共识的市场情绪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对这个数据啊 对市场的影响做出快速判断 那个没有必要 第二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美联储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乌克兰发动夜间无人机袭击 声称摧毁了至少6架和洛斯军机 乌克兰国防部今天发布声明说 对俄罗斯的罗斯托弗南部地区的一个空中基地 发动了夜间无人机的袭击 摧毁了至少6架俄罗斯军用飞机 那么这个消息也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印证 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 乌克兰发动了几周来规模最大的夜间袭击 向俄罗斯领土发射了50多架无人机 那么基辅的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告诉米联社 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弗地区的 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遭到袭击 至少6架俄罗斯飞机被毁 另外8架严重受损 这次重要的特种行动将削弱俄罗斯人的战斗力 此次袭击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军方共同实施的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呢 他们显然是报喜不报忧 说所有的无人机均被挫败 那么俄罗斯当地的罗斯托弗州长 他的说法呢与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就不一样 州长的声明说空军基地所在的 莫罗佐夫斯克地区遭受无人机的袭击 而且呢一座发电站造成了轻微损害 导致600名居民的电力供应中断 那么这个就与俄罗斯国防部说的军备挫败就有出入了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加沙战争的三条最新的信息 第一条呢是美国NPC电视台的一个报道 他说近日美国与以色列高层官员的这个会谈当中 以色列官员大喊大叫 布林肯沙利文保持冷静 报道指出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熟悉会议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说 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在4月1日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 讨论以色列在拉法展开地面行动的计划 在美国拒绝以色列撤离在拉法避难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提议后 这场会议变得紧张 官员们说以色列的战略部长罗恩德尔默在为该计划辩护时大喊大叫挥舞双臂 这些官员说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斯大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都保持冷静 没有针锋相对 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了解美国以色列之间的沟通是出一种特殊的状况 以色列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第二条相关的新闻是今天以色列宣布开除了两名官员 因为致命的无人机袭击加沙援助人员 那么美联社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以色列军方解雇了两名军官 并谴责另外三名军官 因为他们在加沙的无人机袭击中扮演了角色 该袭击杀害了七名食品运输任务的援助人员 称他们处理了关键资讯不当 违反了军队交战的规则 那么这个就是前两天世界厨房 这个七名援助人员被以色列无人机炸死的这个事件 那么以色列军方处理两名军官 谴责三名军官 能不能够平息国际舆论的一些批评呢 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以色列承认这是一次错误 第三条相关新闻 在拜登与内塔利亚胡通电话之后 今天以色列宣布 自10月7日 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以来 首次批准重新开放 以色列和加沙北部之间的 埃雷斯过境点 一名以色列官员告诉孙恩 该过境点将开放 以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被封锁的加沙 以色列内阁还批准使用 以色列阿斯杜德港 帮助加沙转移更多的援助 埃雷斯 预计 将于周日 收到第1批 进入 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并补充说 援助 也将于周日开始流入 阿斯杜德港 那么看来昨天拜登与内塔利亚胡的通话 还是产生了效果 第4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阿根廷的野人 屈服于中国现实 我们这个频道尽量的希望的 能够展现出来一种啊 国际舆论的一种原生态的声音 他可能有时候会给你带来 你希望听到的声音 有时候呢 可能会带来 你并不愿意看到的信息 LT也注意到 关注这个频道 有些网友的这个政治情绪 政治立场 非常鲜明 他们就愿意听到 他们认为的好消息 那么这一条呢 可能会被有些网友认为 不是好消息 但他就是客观 现实 安根廷的总统米莱 在很多网友的印象当中呢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是一个坚决反共 坚决反对中共的 这么一个 很受欢迎的这个政客 但是彭博社这个报道呢 他就让我们了解 米莱的另外一面 就米莱呢 他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斗士 他毕竟要为他这个国家 服务 来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彭博社报道中称 米莱只需要靠在 布伊罗斯 爱丽丝中心的总统府的窗户外面 就能面对安根廷与中国的关系 你躲不过去的 大约在一英里以外 中国工商银行的大楼 矗立在河床的岸边 这是一块高崇的巨石 上面印有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 主宰了首都的天际线 它象征着中国在安根廷经济中的 根深蒂固米莱是一名几乎没有政治经验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在去年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承诺撕毁阿根廷解决起地方性失败的旧方法 这包括遏制与中国的长期关系 他反对于中国贸易 他说你会和刺客交易吗 他当时问道 那么彭博社报道中 他进一步分析说 中国的投资横跨整个阿根廷 然而由于年通货膨胀 为276% 米莱一直没有下调 他与中国的关系 就是说有一些网友认为 米莱对中共延迟很厉害 会不会降低于中国的往来 那么彭博社今天报道告诉大家一个现实 米莱他并没有去中止或者是下调 他与中国的这种关系的力度或者热度 米莱说 中国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一点都没有变化 他无异于北京进行18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 同时他也会接受美国的警告 不与中国搞联合空间战 这两个是米莱已经做出来的 中共 不高兴 或者中共认为降低关系的一些做法 那么除此以外 米莱呢 还在推行 与中国的达成的既有些协议 和继续开展这种贸易 那么中共方面 对米莱的这样一些反中共的言论和观点也比较谨慎 也没有呢 去谩骂米莱或者战狼啊 像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那样的来回应米莱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一物详一物 如果换了其他的人呢 是米莱这些说法的话 那中共早都跳脚了 所以通过彭博社这个报道 LT感觉至少米莱他驾驭中国与安庭的关系这方面来讲 米莱还是很自信的 他没吃亏 他又计骂了中共也在一些关键的一些事项上 否决了与中共的这种合作 但是正常的贸易关系正常的接受中国的援助 并没有中断 所以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就值得有一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的关注 特别是在东北黑龙江地区的中国网友要值得关注 今天俄罗斯塔斯社有一个报道说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在检测到辐射后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么在路途社的这个报道中 据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当局 周五报道 在发现辐射源的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他说距离住在楼大约2.5公里的电力塔附近 检测的辐射水准升高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消费者安全监督机构当地分支机构的话说 没有人受伤或暴露在辐射下 对公民的健康 没有威胁 他表示未来两天将监测辐射水准并调查辐射源 那么LTE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他远东城市究竟离中国有多近 那么看了地图以后感觉比想象的要近很多 他就是边境城市 他在大体上在黑龙江的比较大一点的地方的大家可能容易理解他的方位 在黑龙江双压三四的那个方向就是中国的地图那个最东北角 离那个边境是很近的所以说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中国网友啊 要适当关注这个进展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弄清 或者没有公开宣布这个辐射源是什么东西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在香港啊 热议了一个月的新闻 那么现在的越来越清楚的这个新闻背后的真相 香港的这个外商啊撤离很严重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也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那么香港当局呢 他就为了造势 吸引这个外商的回流香港 那么香港政府呢就在三月份的发布一个大新闻 说中东啊阿联酋迪拜王寺的成员 有一个王子要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那么这个家族办公室为什么会突然很热呢 这个是因为最近很多中国的有钱人 纷纷的把自己的后院就自己家庭财富藏在海外的这个家庭财富的 这个集中管理机构的所谓的家库办公室的从香港搬到新加坡 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中国最顶级的这些企业家们 大部分都把家库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设在新加坡 那么都往新加坡跑了香港 他为了证明还有人往香港跑 那么香港政府呢就集中炒作了这位阿联酋的王子 那么阿联酋的王子呢 也在香港最需要外商投资的时候呢 给香港政府的站台 所以要在香港成立50亿美元的家库办公室 那么这个新闻呢 包括什么李家超啊这个香港的最高官的非常热络 到处宣传 那么在预定的这个王子啊 到香港来宣布家库办公室的时间到了时候人家突然说不来了 我有事 那么都说好了这个震惊世界的这个什么家库办公室 50亿到香港来怎么就不来了呢 那么香港官方舆论的就说哎呀王子在忙啊 可能忙别的事去了 那么当时香港的舆论就有 质疑这个王子真王子假王子就香港舆论质疑他还很简单 说阿联酋的那些王子啊还没有听说到哪什么设家属办公室 设家属办公室只有亚洲人呢 特别中国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家属一些财富脱离一些母国的一些监控 他们在海外弄的这样一些小金库或者大金库 这个阿联酋的人他没有这些禁锢 特别是王子他该投资哪个企业投资哪个企业 他该有哪个股份有哪股份他不需要遮遮掩掩 他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成立一个 50亿的什么家属办公室呢 或是他不成立这个办公室会影响他在香港投资吗 所以当时香港舆论就感觉这个王子啊有点怪怪的 那么近日的这个情况的就越来越清晰了 就香港人一再推出王子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王子一推再推一推再推 那么推到现在推不下去了 王子干脆说不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香港的媒体呢 就进一步去挖掘 这个所谓的王子 他是在成千上万的这个什么阿拉伯王子里面的可能有一点占清代故的这个王子 他也没有50亿 也不是一个什么大款 他就是一个中产就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人是个白领 那么由于这个王子的真神背景呢 逐步显现逐步被挖出 香港政府的也终于放弃了这个王子 要到香港来宣布50亿 加除办公室的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从这个事 LT感觉至少传递两个方面的信息 就第一的就香港过去啊 没有这么卑微的 没有这 这么低三下试求别人来投资啊 或者是弄假王子的 这个反应的香港 确实 比较弱 国际金融中心的确要变成遗址了 否则的话 他不至于像中国的这个什么三线四线城市 不像中国的什么大西北弄些假外商 你看谁能想到 香港堕落的这个地步的要靠些假外商来撑门面 这个都是以往中国的这个 什么西北啊 什么东北那些地区啊 政府搞假招商引资才做的事 现在轮到香港来做了 所以这个是LT感觉还是很沉重的 这个新闻 第二个感受呢是 这些所谓的阿拉伯的王子这些也吃准了香港 你现在就是想让我站台 你得给我生育 你得给我造造势 所以外界对香港的判断也是你香港完全目落了 你就得任人宰割 这个新闻呢 在香港仍然会继续发酵一段时间 第七条与网友分享 两条有关中国清明节的新闻 第一条呢是 今天 也上了中国的这个 社交媒体的这个热搜榜 前列 那么微博热搜榜的标题就是清明节期间 毛新宇 哨将 携家人 回韶山 基础 那么这个新闻的在中国的各大社交媒体 都是前列的 那么中国的党媒报道也很简单 就4月5日湖南韶山 毛主席的 嫡孙 毛新宇 携家人 再次回到韶山基础 那么官方媒体 报道他这个事很简单 这个在中国舆论呢 就引起了很大反响 LT也在关注 中国网民 对毛将军呢 去携山基础这个事 怎么这么热络呢 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你看随便翻一翻 那么比较集中的议论呢 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满门中烈 为了民生 为了国父名强 敬礼 哎呀 这个对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一家 你看这个评价这么高 第二条中国亲民的这个大新闻呢 是中国社交媒体在广泛议论 就李克强的合肥故居啊 有很多民众去祭道 那么中国官方的对合肥 李克强的这个故居呢 戒备深言 那么在中国社交媒体 人们真像在传播 安徽合肥 李克强故居周围不满警察与便衣 外送平台一度被禁止下单 向故居献花 民众也被劝阻买花 中国当局还在网络全面封杀 所有亲民悼念李克强的信息 微博微信搜寻李克强 置顶的都是李克强 去年10月27日去世的官方消息 完全没有亲民的信息 那么中国网民还透露 在安徽省数州汴河大桥上 每隔10公里设置一名警察站岗 防止市民在清明节期间悼念李克强 李克强去世后 汴河大桥堆满了民众 自发悼念的花束 位于合肥红心路80号李克强的故居 清明期间戒备声言 整条街上到处是警察和便衣 还有异议人士被国保提前警告 不准在清明节期间挨到李克强 那么对这两个清明的新闻 LT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 就首先第一是中国这个清明节 人们的传统意义是挨到自己的祖先 但在中共执政之后呢 他这个清明呢他就弄成了一种政治性的节日 所以毛泽东李克强呢就成为清明的这个主角 他也反映出来就清明节在中国来讲 这种政治色彩呢越来越浓 你不能说哪一种悼念活动是对的 哪一种是错的 他就出现了 所以政治意味的清明是中国清明的一个特点之一 这是一个想分享的观点 第二个想分享观点是 从习近平执政来讲 他认为只能是一个太阳 一个明星 或者用五月闪人的话讲 就一个亮仔 就中国只能一个亮仔 一个网红 别人都不能抢戏 所以在习近平眼里看来 纪念毛泽东也不对 你也得低调 所以说每年毛泽东的忌日 中共他也会抓一些人的 也会限制一些人的 那么你纪念李克强 这就更不能了 习近平还没有那么那样的胆量 去公开的去反对人们纪念毛泽东 但是纪念李克强绝对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限制 他会激发更多的人 去质疑李克强的遭遇和结局 最近有网友把LT 去年做的一个视频翻出来 LT看着也很震惊 前年的一个视频 就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以后 出现了胡锦涛被从会场架出去 这个震惊了全世界 那么LT当时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感受 做了一批那样的视频 这个标题上写 下一个被拖出去的是李克强 哎呀 网友把那个视频找出来 LT感觉还是有点很奇怪的 为什么当时看到这个胡锦涛被拖出去 会联想到李克强是下一个被拖出去 那么现在也回想不起来 当时为什么会触发那样一种感觉 他就是一种直观感觉 所以李克强的去世 在中国舆论当中 对习近平是非常负面的 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网络广泛流传 而且反映很正面的一个内部讲话 这个是阿里董事局主席蔡崇信 向阿里的这个员工啊 做的一个演讲 那么中国的这个财经媒体 也做了普遍的报道 那么第一财经报道呢 称挪威组全财富基金 3日发布了投资总监坦根 与蔡崇信的专访影片 那么在接受这个采访过程当中 蔡崇信呢 他对阿里过去几年做了回顾 也对阿里的未来提出一些展望 他引起中国网民广泛议论的是这这段话 就蔡崇信坦诚 在过去几年进行内部审视和自我反省时 我们知道阿里落后了 因为我们忘记了真正的客户是谁 我们的客户是使用我们APP进行购物的人 而我们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体验 蔡崇信呢他就分析为什么阿里呢落后了呢 蔡崇信分析说 首先经历了疫情 然后经济开始复苏 竞争是另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监管审查 我们支付了巨额罚款 虽然一切都过去了 但所有这些事情结合起来 对士气是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中国的舆论呢普遍认为 蔡崇信呢作为阿里的这个董事会主席 现在全权负责阿里集团的这样一个掌门人 能够虚心的检讨 承认自己落伍 这个还是不容易 对蔡崇信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LT之所以分享这么一个网络热点新闻 LT认为蔡崇信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同时认为中国舆论这种反应 还是比较浮躁或者比较肤浅的 就大家想一想 阿里在过去三年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或他经历了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当然是习近平整治马云 蔡崇信回避马云的问题 来检讨阿里这个错误那个错误 他脱离了实际 他回避了主要矛盾关键矛盾 所以这个你怎么能被蔡崇信的这样一种 由于疫情的问题 由于我们交了罚款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我们落后 阿里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 马云不能到前台 马云只能够在游山玩水 所以没有马云才是阿里的灵魂 所以蔡崇信回避马云的问题 是他不得不回避的 他要讲马云 那么阿里就完蛋 阿里就要关门 但他不讲马云 讲一些其他的知乎者也的一些问题 又回避了阿里的真实的困难 那么你应对的方式来讲 显然也解决不了阿里的问题 所以说LTA分享这个新闻呢 是认为蔡崇信这番讲话呢 他并没有真正的面对现实 所以说你不应该对蔡崇信 治下的阿里抱于过高的期望 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这个新闻呢 是海外中文媒体普遍 传播的一个政治八卦新闻 有些政治八卦新闻呢 完全不靠谱 就是为了宣扬立场 但是有一些政治八卦新闻呢 它还是比较符合逻辑 这种比较符合逻辑的政治八卦新闻呢 我们也不要排斥 最近在海外中文媒体普遍 流传的一个政治八卦新闻是 他差一点成了国母 就中国人很奇怪 四个国家主席就要任国父 那么国父的老婆嘛 就是国母 所以为了他差一点成了国母 就是他差一点成了习近平的老婆 这个大家一起了解 看看这个八卦新闻靠不靠谱 就现任全国人大委员会的 这个副委员长铁宁 早年几乎成为习近平的情人 日后也得到习近平的提拔 甚至起职务 高于座驾出身的这个巴金 就巴金也最多是个作协主席 但是人家习近平把这个铁宁呢 弄成副国级副委员长 那么一位知晓习近平与铁宁交往的知情人 透露 习近平在郑邓县工作时期 他平时呢 号附庸屈养 他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体验生活的 时任中国作协峰会的主席李满天 那么李满天呢 就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在河北宝定文联工作的这个铁宁 铁宁呢 当时担任河北宝定地区文联的这个花山编辑部的编辑 那么从此呢 这两个人呢 就好上了 那么后来两个人为什么没有有结果呢 或者没有结婚呢 那么这个爆料人来说 由于当年铁宁的个性和志向太过文艺 那么习近平后来呢 就选择了这个现任国母彭丽媛 那么这个八卦新闻为什么值得大家来分析呢 因为习近平呢 现在七十多岁了 到现在不考虑接班人 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没有考虑接班人呢 他显然按独裁者的归宿来讲 他只会在他亲近的人当中来选择接班人 那么哪些人跟他最亲近 除了彭丽媛以外 除了他的女儿以外 除了传统中的私生子以外 像铁宁这种人呢 他就会逐步浮现在严肃的这种政治舆论当中了 LT注意到有一种观点 说假如彭丽媛要真正的走向政治前台 他有可能去接替铁宁的位置 比如说副委员长 全国副联主席 或者文联主席 因为从彭丽媛这个歌唱家出身来讲 所以这个就让这种政治行为就显得更八卦味道浓了 就现任了 要去接前任的位置 这也是习近平的这个家族性中口味 也容易理解的一种现象 所以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铁宁 他作为一个这样一个作家 在中国文学界 饱受争议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在政治上达到中国作家空前的这样一种地位 除了郭木洛以外 没有一个中国的这样一种作家达到铁宁 今天这样一个政治地位 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好在被海外的舆论捕捉到了 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八卦 究竟还有什么更深的背景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曝光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 今天中国最劲爆的政治大新闻 今天中国的财新网又显英雄本色打引号的 因为在王岐山时期 中国的大药案都是由财新网首发 那么这个前司法部长 也是从浙江火箭式提拔升官的唐一军 究竟犯了什么事 LT之前与网友分享说只能等待时间 他一定会有人来透露的 今天财新网人家就爆料了 财新网透露了 财新网他透露的这个标题就是 前司法部长唐一军受审 传与恒大案有关 因为大家一直在猜 唐一军在浙江工作了40年 怎么突然火箭式的提拔 辽宁省长司法部长 又突然二十大以后被贬的什么江西 搞政协主席 很离谱很奇怪 就习近平的人马谁敢动 他的这些之江新军也好 福建旧部也好 没有一个人遭触发的 你包括林战书 全世界都知道那么巨大的腐败 他的家族在香港富可敌国 但习近平那是缅甸 那是我的哥们 那个不要查 那个腐败不叫腐败 所以说唐一军这次被抓 外界有很多疑问 究竟犯什么事 财新今天报道说 在唐一军主政辽宁的两年半期间 恒大拿下了中国第九大 东北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 圣经银行的控股权 也就是2017年10月 恒大开始入主圣经银行 有部委人士表示 唐一军当年不但帮助许家印 拿下圣经银行的控股权 更严重的失职是 放弃了对圣经银行恒大系股东的 必要的监管职责 消息表示 监管部门核实 恒大拿下圣经银行两年之后 该行通过直接或间接管道 向恒大输血资金超过千亿元 2021年中 恒大债务危机爆发 沈阳市国企不得不接盘 并重组圣经银行 付出了巨大代价 资料显示 2020年4月 唐一军到北京出任司法部长 去年1月 贬任江西省政协主席 那么今天 另外一个 有关唐一军被抓的信息 也更劲爆 说去年1月 唐一军就被抓 而且被抓的细节也曝光了 唐一军是被骗出会场 直接抓捕 抓捕以后 直接带到北京 这个还是很惊悚的 这个局面的 有执行者向媒体透露 3月28日下午3点多 江西省政协正在召开内部会议 唐一军被告知说 有电话找他 当他出了会场后 即被中纪委办案人员 直接带到北京 他的东西都留在会场 没有收拾 有接近司法部的人士表示 唐一军在司法部期间 正好碰上疫情几年 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不懂法律 也没做什么事 之前 傅政华瞎搞 唐一军无所作为 形成强烈反差 那么中共的 党内的舆论就是 强倒众人推 落井下石 那么唐一军这个被抓呢 继续延续了这样一种风格 在宁波浙江的这个官员呢 就开始揭露 这个唐一军呢 早就是个坏人说唐一军 在浙江工作长达40年 在宁波工作12年 他在宁波工作时期 纵容家人干预工程 当地人对此意见很大 还有人说唐一军的妻子 在幕后经商 性格十分强势霸道 你看这么坏的分子 为什么找不 举报 找不去反应呢 财新网透露 唐一军在主政期间 他不仅呢 把圣经银行给了恒大 他还出资了另外一家 高风险的地方银行 锦州银行 那么对唐一军被报 与恒大之间的这种腐败 关系的这样一种 重大劲爆的新闻 LT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 就首先第一呢 这个唐一军利用圣经银行 向许家印输送利益这个事 LT感觉到非常震惊 为什么非常震惊呢 对这种官员腐败一点不震惊 但是一看到这个圣经银行出现 感到非常震惊 为什么震惊呢 这已经不是圣经银行 卷入腐败大案第一次卷入了 大家回头去想一想 2017年的中国舆论 当时圣经也是在中国的风口浪尖上 当时什么舆论呢 当时的舆论是圣经银行 与海航之间的腐败 那么圣经银行当时与海航的腐败 是由于工贵的爆料 那么后来被中国国内的媒体 也得到了印证 就王岐山在主政冲气委之后 他很快拿下了圣经银行 他把圣经银行的这个老总抓了 抓了之后 圣经银行就变成海航的了 那么海航与王岐山之间的关系 是有明显的不正当关系的 除了工贵爆料之外 有一些可以查验的一些事实 确实证明王岐山与海航之间 不明不白 那么摇摇于坠的圣经银行 给了海航之后 圣经银行的这种悲惨的这种局面 能不能改变的没有 海航又趁机在圣经银行洗劫了一把 就海航入股以后 从圣经银行掏空了800亿 那么随着海航的这个瓦解 那么在王岐山的这个关照下 海航又全身而退了 没有责任 就掏空800亿 又转到下家去了 所以说海航对圣经银行的这样一种洗劫 让圣经银行已经死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又出现圣经银行 怎么又往恒大输送了1000多亿 然后就感到很震惊 圣经银行是打不死的小强 只要想腐败 只要是搞定定高层 圣经银行有取之不解 用之不尽的这个资金 所以这个是让 而且感到很震惊 很不解的地方 那么财新的这个报道 也很容易理解 它怎么输送利益 就是把钱借给了恒大 背了1000多亿的债务 而且也像海航撤离恒大 撤离圣经银行一样 又进行了新的资产重组 又转给了国企 就了结划断了 恒大与圣经银行的关系 海航也是全身而退 那么只不过习近平是放过了海航 放过了王岐山 这次习近平没想放过这个唐一军 或者是恒大许家印的事太大了 根本就盖不住 所以也保不了这个唐一军 所以这个圣经银行 被中国顶级的腐败集团 来回洗钱 来回在里边去洗劫 这个是LT感到非常震惊的 非常不解的事 就像宋丹丹讲小品一样的 你耗私货主义羊毛 你别逮着一个羊耗 你有那么多国有企业 那么多国有银行 地方银行可以去耗羊毛 怎么就逮着这个圣经 就这个沈阳人或者是东北人 怎么欠这些腐败分子的 你最后买单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的 所以这是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许家印被抓了之后 海外舆论普遍流传说 许家印共出了三个正国级领导人 LT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 也看到在广泛流传这样一个视频 就有名有姓 拿三个正国级领导人帮许家印贷款 所以说今天财新曝光 唐一军为这个许家印 取得盛金银行的这个空股权 掏空了一千多亿 这个未必是唐一军自己能够干成的 因为在银行的这个管理体系里面 并不完全是地方监控的 央行系统对这种重大交易 也是有监控权的 所以说你联想到这个舆论普遍认为 有正国级的领导人来帮助许家印 那么由此你可以判断 可以想象到唐一军可能也是个炮灰 唐一军也是一个顶锅的人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恒大是从中国的银行是 弄了接近两万亿的贷款 那么这个两万亿 圣经银行只占了一千多亿 大头还没有浮出水面 就许家印搞定的这些银行贷款 或者骗取的银行贷款 大的案子可能还在后面 这个圣经银行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由此你能够感受到 就中国的这些权贵们 在侵吞 侵吞 瓜分中国的国有资产 公有资产方面 是非常猖狂的 而且你看对圣经银行的瓜分 都是十八大以后 都是习近平主政期间 都是得到习近平势力的提系和帮助的 你这个你赖不了人家什么 胡锦涛 温家宝 你更赖不了什么江泽民 所以从今天这个新闻 就是圣经向恒大输送一千多亿的资金 而且帮恒大背了一千多亿的债务 这件事你来看 就中国的这些权贵腐败 比之前我们想象的要猖狂的多 恶劣的多 它也能让我们看出来 就习近平这种反腐败 真的没有用心去反腐 这些地方金融机构成了顶级权贵们的提款机 LT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除了感到震动以外 你要体会一下 这个还是很沉重的 你最后都是中国老百姓买单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